那接下來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Dynamic Daywork 這個Dynamic Daywork其實講穿的它就是算是RMN的底層 就是我們這本書它是想要讓我們有能力去設計網路 那你如果去學那個像摩文塔RM那些課程 那些都是都已經設計好了 那這一邊在講的應該是那個東西的底層 就是說它當初怎麼設計出來的樣子 好 我說一下下個月在講那個REVA computing 其實也是在這樣的架構上面的一個比較偏那個一種RMN的另外一種形式 下個月會有一個講師會講這部分 那就是為什麼叫Dynamic Daywork Dynamic就是在這邊翻成動態不是什麼動力 那跟這個靜態也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靜態的那個位就是我們 不管你是什麼CNN或者什麼其他的神經網路 你都是一開始在第一個時間 你在第一步的時候 你在這一步的時候你就把那個 你把你所有的數據就全部丟進去了 然後就不管你是Inference或是什麼訓練 都是讓那個時間點都丟進去 那在這個動態的動態的網路啊 就會有很多的Input的 像這個Input是從這個地方出來的 然後回到這裡 或者說從這個時間點出來 然後回到其他層 所以它不是在 不是在一開始那個點把Input全部丟進去 它是動態的來位置 那我們現在這個圖因為就是很亂 那這本書其實 就是說這個有一點困難的地方 其實本身不困難 就是這些NOTATION稍微要解釋一下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這些NOTATION衣服 就是標註法子的衣服 那你看到黑黑這一塊啊 它就是外部的輸入 也就是說我們的數據集 就是那個你可能準備的數據集 你在這邊有可能是外部的訊號啊 或者說什麼樣的Sequence輸入給它 然後呢 就會 輸入這邊就會有一個對應的這個權重 那這跟普通網路都一樣 那另外一種權重是 就是從其他層 比如說從這個其他層 然後 這個叫做Current 就是輸入回來給它 你會有一個權重 你看這是第一層 輸入到第二層 然後有一個權重 這個權重我們叫MLW 就是Layer Layer就是其他層來的 那這個外部輸入我們叫Input Input Weight 就是 外部輸入的權重 那一樣會有BIAS 那其實普通我們以前學的那種正常網路 其實就是這兩個吧 然後 這兩個有了以後 就把它總合起來 然後就是有一個AN 然後有一個AN 你就把那個AN 丟進去一個 我們一般之前都叫 Adivation Function 那其實它這邊叫 Transfer Function 那隨便它要怎麼叫 大家知道那意思就好 因為 我發現它 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 它都 它都直接用線性的這個方權 當作Adivation Function 所以說 它想要叫做Transfer Function 其實我也還沒找到原因 不過我們先就是知道這個意思 OK 然後呢 這個最重要一點 它跟動態 跟靜態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在於它有一個Type的點 Type就是 以我們電信來講就是那個T接 就是去搭線監聽那個T接 或者說你比較 比較新一代的就是光 去Miro 就是在這個點 你去複製一份訊號也好 或者數據也好 複製一份出來 在這個點複製一份出來 給這個 給這一層 或者給這一層 這個叫做Type的點 那這個Type的點呢 就會有一條線 叫做TDL 就是Type Delay Line 就是 有了這個Type的點 它就會有一個Delay發生 也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時候 這個點的這個訊號 或者說這個數據 它不可能是 跟這個時間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時間至少要經過這些的 加總啊 還有這個 這個adulation 這個 的過程以後 才會有這個數據產生 所以說這個數據 一定是晚這個一步的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Delay 你看這個 以這個Type的點來講 它一定是 就是 過了這麼多的過程 這每個步驟都是有時間的 那這時間也許不是用秒算的 至少就是 以前後順序上來講 它不是同步的 不是同一個時間 那這次就是有一個Delay OK 那 這個 呃 我們看這個N 這N不是這條線 是 橫的這條線 是橫的這條線 N就是 我們所謂的 就是總和啦 就是把所有東西加起來 總和 那 所有東西呢 包括這個 網路層的 回錄的數目 就是 這些從別的 別的網路層啊 別的網路層 看回錄 回來的 這些總和 然後還加上 這外部的 所有的總和 那這個一個就是 呃 在T時間點 DM層 這個SuperScript 就是代表DM層 也許在這一層 那N就是怎樣 就是那一層的這個 這N的總和是多少 那這個 其實這一張 這書裡面 它 很多的大部分的例子 那它大概 只有很少的例子 是用 呃 非線性的 用什麼Sigma 呃 其他的都是用線性的 那所以說 因為很多很多時機 我們N跟A是相等的 那其實我是覺得就是 為了簡單 簡單化的計算而已 不過待會兒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P是什麼意思 可以稍微 有關數嗎 P就是輸入的一個Function 對R R是他的那個Dimension R是Dimension 對 這個小字都是Dimension 嗯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呃 他有多少個 多少組的這個 這個 這個速度 那P他因為 我們待會兒會看 那P是 我們這不是一次輸進來 他是依照時間的 就是他 他這個 他的Input 有點像是Pore啊 有點像是 我們要賣衝啊這樣 等一下我們舉個例子 欸 等一下 那個 前面的那個 TDL TDL 叫做那個 Tab Tab Delay Line 那那個有做運算嗎 還是 沒有這個他只 他雖然有畫出圖啊 但是他沒有層啊 沒有加 他只有一個 告訴你這個 Delay多久 哦 待會兒也會看你 可能是Delay一秒 或者說一步啊 或者說一個 一個程序 OK 那這裡的話 就是 就是剛剛這個 下面這個 呃 這個式子啊 他的 notation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呃 從L層 L層其實就是來源層啊 然後 呃 到底 那個是I還是L L 那個是L 我這個來不及 找到那個槽寫 沒關係 我確定想的 這是L 這邊就是寫說 L層是來源層啊 來源層就是 代表我們現在來看的 這一層 呃 然後 這個是 呃 這個DL是 代表Delay Line 就剛剛那個Delay Line 嗯 Tab Delay Line 那 呃 由於我們這個 呃 我們在這一層啊 我們就是要 必須要把這一層 所有的那個Delay Line 都整理好 就是說 我這一層到底有 到底有多少的 迴路接進來 嗯 或者是 有多少的 外部輸入輸進來 嗯 你這樣子 把他全部都 都整理好 都抓出來 你才能把這個 總格 這個N總格 摔出來 嗯 所以他必須要在 每一個這個Delay Line 這邊去抓 就是 呃 把他掃拿過一次 全部掃一次 然後我們才去 做sumination就可以 把這個網路 網路層的這個 回路的輸入都可以 抓出來 那網路層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說 針對 從其他網路層 然後輸出 然後由我們這一層 接收 我們就是叫輸入嘛 我們這一層接收的 還有一個wait 也就是說 這個superscription superscript上面 m是代表我們現在 我們佔的這個 這一層 l是來源層 那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字母是 現在 然後第二個字母叫 羅來源 那a呢就是 a就是上一層 就是來源那一層 來源那一層 他的這個 來源那一層他的輸出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的 這個的來源就是他 他的輸出是a 這個的來源 這個輸出的來源就是他 他的來源就是 這樣 所以是上一層的這個 輸出 外部輸出當然也是一樣 外部輸出也是 呃 呃 呃 他這裡當然有 他有這個外部輸出 也有 也有 有的有delay line 但是我們這邊 剛剛那個圖是沒有的 那 他有他的權重 然後還有這個 輸出的這些 呃 就是input 然後最後還要加上一個bias 這個跟 原來的都是一樣 那 有了這個m以後 m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總和 總和了以後 我們套上一個這個方權 這個方權叫transfer function 把這個m整個丟進去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加 這個方權 所以剛剛這樣子看過來 這個整個圖 你會有 比較 重要的 這個那個整個圖的 這個名稱叫做 LDTN 怎麼幹 我知道了 LDTN 那你 總要 你主要你就會有 五個比較重要的component 五個元件 就是wait 不管你是LW IW 就是從外層 從其他層 這個 傳過來的這個權重 或者是外部的這個權重 然後呢 還會有這個 所謂的TDL 就是有這個 這個回路的 這個recurrent 這個回路的線 有線就會很累 那bias 那原本就有 那summation的相選 就是 就是把它匯流做總的 然後還有一個 divation方向的東西 這個都很簡單 然後就是 主要就是 呃 這一種的網路啊 跟這個靜態的網路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它 它的輸入 有很多元 有可能是外部的輸入 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 其他層傳過來的輸入 有可能自己 自己這層的輸出 又傳回給自己一次的這種輸入 這種各種輸入都有 所以呢 他 我們必須要定義 他傳遞的順序 叫做 simulation order 那simulation order 以剛剛那個圖來看 就是很簡單 就是什麼 123嘛 就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那以 另外simulation order的話 有一個 必須要跟simulation order 完全相反的 就是 呃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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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ation order 那simulation order 它有可能 呃 例如說有一些網路你做插入之後 有可能 會有 不太一樣的這個 你可能有 不一樣種類的這個順序 那不管你用哪一個順序 你這back properation 一定要 根據你那simulation的順序 做完全相反的這個順序 嗯嗯 因為也許有可能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但是也許有可能 有一種順序 有一種網路他 擦開兩條路以後 他會 你走 先走上面也可以 先走下面也可以 那所以這個也有可能 有兩個是都有效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呃 這個例子啊 這是後面那個形體裡面的例子 我們先這個 把輸出層跟輸入層定義一下 呃 輸入層我們用X這個字母來代替 來表示 那輸入層呢 他有 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呃 必須要有輸入的權重 也就是什麼 有WR 然後要有Delay 就是 要有TD TD 那輸出層呢 他 他有兩種可能啦 他一個就是 他有 他有輸出到這個 就是剛剛說的TDL上面 就是有Delay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最結尾的時候 他的輸出是跟那個 跟我們的那個答案 就是我們那個 所謂的Y 應該 去做 做底價 也就是去算那個BOSS 那個地方 那個是最後的輸出 OK 所以說你從這個很複雜的這個網路 你來看 這邊的輸出是 呃 這邊輸入層是124 469 你看一下那個124 469是什麼 有什麼特點的地方 就是說 呃 一 他有一個外部輸入 這黑色的這個是外部輸入 所以說他算是 屬於輸入層的其中一員 然後二呢 他是有一個從 他自己輸出 然後tab出來的 這個TDL出來的 所以說二也屬於輸入層 他本身就是輸入層 四呢 四他是 他有 除了有第三的 給他的一個 有 有delay的一個出入 他自己也可以自己一個出入 所以四也是出入層 六咧 六他是有五 給他一個有delay的出入 九他是 八給他一個有delay的出入 OK 出入層就是 必須要有這些條件 你像這個7啊8啊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不叫他輸入層 他明明有輸入啊 但是他這個 其實他7 直接連給8 這個直接連沒有delay的 那我們在這裡就不算了 就直接連他只是過貨而已 那這個輸出的人 輸出的 例如說2 他有一個tab點 然後輸出給自己 這個算 然後這個 這個3他是 他有輸出一個有delay的給4 這個就算 7了也不算 7他輸出給8 他這個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直連 直接forward連的不算 然後這個 5 5有這個 有輸出有delay的給6 這個算 8 有輸出有delay的 這個給9 這個算 10是直接輸出到 跟這個 跟這個 Y 去 去做loss 所以就這個算 OK 這就是輸出人跟輸入成的這個定義 那在這裡呢 他有 就我們剛剛講他的順序呢 他其實正 正向的順序 就是simulation的順序 是 123 但是123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745 5 6 8 9 你看 2 7 從3 3這裡 123 然後 其實你 你可以看到他 這7寫在3前面 或寫在後面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們在這裡定義是123456 123 123 7 4 6 8 9 那個 就是 back propagation 跟older 你就必須要照著這個順序回來做 因為 你們也都知道 back propagation 是 照著那個順序 微分回來的 所以說你不同的路 微分回來 或是 不是 不 relevant 就是沒有關係 所以必須要照著那個 那個順序回來 那其他這些 這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這個定義等一下我們稍微 等一下後面會談到 那 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 等一下 如果 你們有興趣 多了解 這個 每一個 他的這個 這個叫集合 我自己把它取一個名字叫集合清單 這個集合清單 他是怎麼樣 怎麼樣去 這個 identify 就可以來看看 那這個 這個 反正就是 一個圈 斜線這個是 空氣流的意思 表示沒有這個東西 例如說 D1到這個 這個 L1 forward 是沒有這個東西 他就是這個 file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範例 這個範例 我們先假設 我們 已經 求出了這個 這個 這個殘數 這個weight 這裡 IW 0的時候 就是IW這個 0的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是三分之一 就是他的係數 他的weight 是三分之一 然後這是三分之一 好 這個也是三分之一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A呢 假如說 我們就說 A跟這個N是 就是線性的 就是 其實我們在這邊就是把它忽略 就是 A他就等於 IW0 然後乘以這個P PT 然後加上這個 IWE 然後乘以PT 減一 減一 這個 這裡的D就是E 這裡的D 我們用數字E 就是 這個時間點 是PT減一 然後這個 這個tug的時間點 就到了這裡是 再減一 所以這邊是 PT減一 那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你在T等E的時候 P等E T等E的時候 時間等E的時候 那這邊是不是時間 就是等於-1 這邊等於-2 這兩個都不會有值的 因為 那個時間點 這個 還沒有 還沒有 這個D 就是這邊中間有一個DELAY 所以這邊還是不會有值的 那第二個時間點之後 這邊還不會有值的 那這個怎麼樣來看 我們看一下 公司在這裡 就是N N是 我們這邊假設A就是N IWE 我們剛剛說不管IWE 多少 他都是三分之一 所以說他三分之一 可以P1 時間點1的時候 呃 是1 那 這個 這個叫做 T減一 是0 時間點 1的時候 這邊是P0 時間點1的時候 是P減 T減二 然後這邊是-1 這兩個時間點 都不會有值 所以這 結果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三分之一在這裡 那時間點2的時候呢 然後P2 T等於2帶進去 因為輸入 這個輸入 這個輸入是一個 他們只會叫做FIR的 脈衝 FIR的脈衝 他是這樣 是不是六個在移 然後 第七個時間點的時候 就再打六個 再互移 然後這個是十三個 第十三個時間點 然後再打一個 六個再來 就是這樣的脈衝 那所以說 P3的時候 就T等於3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還會是1 那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因為 這個 P2 跟P1 都有值了 所以說這三個三分之一 這加起來是1 所以說他這個點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這樣子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說我們如果 求出來的這個 係數 就是說這個weight 這個權重 我們知道的都是三分之一的話 他的圖形就是像這樣 這是我們知道的這個權重 有影響的一個 一個結果 一個response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範例2 範例2 就更像 大家所看到的那個 所謂RNN吧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喔 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LW 是 我們把他設的問題 就是說 假設我們已經求出來 我們已經是得到了這個LW 這個權重是2分之1 就是這個 那假設我們也知道 這個失誤的權重是 這個2分之1 那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計算 就是說他的 他的這個N啦 或是A啦 他就是把 IW 乘以這個P 整個 這個 這個 這像加上LW 乘以這個 A這個輸出 因為輸出再Type 過來 然後還有一個Delete Delete is 1 所以在T-1的時間點 成兩 LW 然後再回來 兩個做 兩個 sponsor 我稍微選擇 所以這個 我們也是一樣 照著各個時間點 因為夕陽公司在這裡 照各個時間點把它帶進去 那T等一的時候 然後 就是A A1就等於二分之一 因為它的這個 weight等於二分之一 所以P就是 IW是二分之一 然後P1 然後這個叫做 LW也是二分之一 然後A0 A0因為是沒有東西 所以說A0A0 所以說第一點是二分之一 那第二點呢 T等於二的時候 A1已經有值了 A1的值就是二分之一把它帶進來 所以變成八分之六 所以二分之一加 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因為P2也是等於一 所以第一項也是等於二分之一 那 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就八分之六 那這邊變成二分之一加十六分之 多少 八二十六 十六分之七的 所以就變十六分之十四 所以一直加上去 它就會到這一個 三十二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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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等於七的時候其實跟這個四十幾比較像 就是說前面這個二分之一改成負的 因為它的P P7已經變成負了 負一 所以等於是說 這是一二八分之 一二八分之六十二 然後再加上一個一二八分之負六四 所以說是一二八分之負二 不是一二八是二五六 二五六 說錯了 因為這個P7的時候要帶這個A6 所以說應該是二五六分之 二五六分之負二 所以說點就跑到這裡來了 所以這就是它的輸出的狀況 那 大家回來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說剛剛那個計算結果也不是太重要 這個圖比較像就是我們所常常看到的這個RNN的那個圖 我們RNN我們通常我們畫一個 把這個圖畫成直立的 那就是我們會畫一個圓圈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回圈的這個箭頭 其實就是這個箭頭 然後有一個輸出 有一個輸入一個回圈一個輸出 其實就是RNN OK 那所以說它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RNN也是從這裡來的 那 剛剛那個是我們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它這個網路 它的Inference 就是說它 運作的效果 那 它是這樣就是說 你給它一個 你給它一個 一個 不管是脈衝 或者說一個Pore 或是一個Sequence 然後呢 經過這樣子的網路 經過這樣子的網路 它就給你另外一種Sequence 就是所謂Sequence to sequence 就是某一個Sequence 對應到另外一個Sequence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下那個 它是要怎麼樣去把那個 我們剛剛 要求的就是那些WR LWR IWR 就是所有網路都是這樣求的 就是要去披進來的 那一樣還是會有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看出Course Function 就是 它叫做Performance Function 就是 目標很重要 也就是 Target 就是 我們常常用的Y值 然後 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 網路的事務數據 做一個比較 然後 你就會 把所有的這個 值把它上起來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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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上去 我們 其實 我們現在先不為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我們 我們 一般就是 要求 求他的 各個這個 參數 就是 權重 對他的這個 篇尾分 所以他會是 是這個樣子 就是 這裡 這裡其實 這個是就是一個 Value而已 所以 對於LW的 這個篇尾 就是 其實就是這兩項 先 先把這個 因為 這裡面 這裡面還有 還有A 所以 我會先把 這-2 然後 翻到前面 然後這後面還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 IW的這個 篇尾就是這樣 這個是從這個 從這個式子 篇尾過來的 那這有兩個 方框的地方 這是很可疑的地方 我們就是 我們要對這兩個 去做一下 做一下小小 那 你看一下 這兩個方框的地方 他就是 A T 我們對 對A T 我們要對這個 LW 跟這個IW 做篇尾 那 如果是A T 是這樣的話 我剛剛說 A T 其實 就是 在這裡 因為是Linear 就是線性 所以我們就是 兩個部位相關 那他的 他的天尾 會是 這個量 對 LW天尾 就是 這個 這個 微調就沒有了 就是距離翅膀 那這 剩下A 然後這邊呢 還會有一個 LW成一個 這個部位的部分 那對於這個 IW 天尾 前面就是 剩下P 那這跟傳統的 靜態網路 有一個差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會 他 會有這個 後面這一項 因為傳統的 這個 靜態的網路 他不會有後面這一項 因為他沒有那個 延遲時間 再 再進來的輸入 所以 不會發生後面 後面這一項 他只會剩下前面這一項 所以 我們把這個前面這一項 我們叫做這個 直接效應 就是 Direct Effect 然後 一般 在 在這個 課本裡面 他有提到那個 Explicit Explicit 都是前面這一項 就是直接 你可以 直接看到 然後 有受到時間 延遲影響 後面這一項 我們都叫做 堅決效應 所以 這個 這個 直接的效應 這個間接的效應 造成了影響 我們回去剛才那個 我們回去剛才這個圖的時候啊 如果說我們去update那個iW啊 這個 它會 iW還會稍稍再提 提高到0.0 提高到0.0 這邊是0.5 但是這個 很有興趣可以算一下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 要怎麼樣去求這些 導素 這邊 這邊會是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數學比較多 那它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叫RT-RL RT-RL是正向 就是從 呃就是 照著這個 simulation 這個 這個 那我們把 這個 cose function 對 各個參數偏微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把它拆成 兩個 部分 那這個 綠色的部分呢 呃 呃 因為它 它有這個 直接的導素 也就是說它有可能 它 我們只抓它那個 不受的時間 這個等一下 我們還會再看一下 那 我們現在先來看 紅色這個部分 紅色部分 我們把它拆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其實也是 跟剛才 跟剛才這個是一樣意義的 也是一個 一個直接 一個間接的 的部分 啊 這上面有意義 這個 superscript 有意義的代表 就是 呃 直接的部分 就是跟時間延遲沒關係的那部分 那後面這一項呢 我們也是利用一種 呃 把它拆開成這樣 那這個 這個拆開 應該 大家 可以 可以了解 就是說 簽入了 我們多加一個n 這個 這個對角 那個n 這個是一個簽入 然後 在這邊變成 我們就 呃 我們就會多出一個n要求 那n呢 我們剛剛知道 n其實就是 把 其他層 所有的輸入 呃 加上這個 呃 外部的輸入 然後 只加 加這個biz 就 n其實就是這個單層 這某一層的n 那 它對於 a去偏微的話 呃 其實就是 只剩下 它對於h偏微的話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就跟 跟這個a都沒關係 這裡跟a都沒關係 所以指甲也沒有w 所以 這個 這個藍色的部分 前面這個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就變成lw了 那有一些 呃 有一些我們沒有算的 例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算出來有w 這個 part.a over part.m 我們就乾脆自己把它定義成s 其實這個 這個在推導的過程 雖然很枯燥 但是它有很多神來一筆 我也解釋不出來 他們為什麼 會這樣想 就是數學家的頭腦 蠻習慣的 他就 他竟然就在這邊 把它定義成 呃 s 那這個s就是 就是 前兩個月那個 就李兄講的那個 black form occasion 有提到這個sensitivity 也就是靈敏度的意思 那s的矩陣形式是這樣 這個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暫時 那所謂sensitivity呢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 它是 sensitivity 在 就是我們前兩個月 11章也提到 它是 呃 也就是 f的斜率 或是說 代表f的這個 變化量 這是f的斜率 也就是經過activation的時候 你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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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weight 它的變化 會造成這個 呃 你的這個 你的前一層的那個 這個 這個 變化有多大 是前一層的 那 這個 呃 sensitivity 我們 我們這個 在這個 11章 我們有 其實有 討論過一陣子 啊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回去11章看 因為我在看這個時候 我也是回去看他 11章錄影 那個 補片 那就有討論到這個sensitivity 那 有了sensitivity 呃 剛剛這個sensitivity 就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因為他剛好也長這樣 然後這邊的sensitivity 是我們剛剛做自己圍過來的 所以說 這一塊 這個 括號裡面 我們就可以搞成這樣子 就是sensitivity 乘以這個weight 那sensitivity 就是 可以放到這裡 那在這裡呢 就是 呃 會 我們會有 因為 在這一層裡面啊 這一層裡面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很多 就是說 有很多的輸入 輸入的TDL 輸入的這個 延遲線 很多的外部輸入 很多的這個 呃 或是說輸出的線 所以我們要把這邊 要把這些都要覆蓋 所以會 你會有很多個sensitivity 去 這個sensitivity 等於是去掃描 去 各個去掃描 每個狀況 然後 覺得講文件 是去的影響 就是剛剛那個sensitivity 他是對講的 就是剛剛 這個sensitivity 對講的 那大概是說 我們都是 每一個神經源 所以是對講的 不是 他是這樣 就是說 你前一層的 這個 這個神經源 你連到這裡 下一層的某一個神經源 那 他這裡面 他這裡面 只有 只有跟你有關的那個a 你去圍才會有 才會有這個 才會有 其他的 不相關的 例如說 這次掃描拳就是所有的 這個所有的東西 你對 對這個a圍 這裡根本就沒有這個a 所以說 這其他的都會是你 對 呃 呃 呃 那個s 比較像是 右邊的神經源 他的a 對這個 已經散好的這個 就是m 來為的分子 然後 我們都是個別神經源 就自己做激發這樣子 對 所以好像就不會親自到說其他神經源這麼激發 對 對 你想說是不是對角線是這個 對 sensitivity 就是 只有對於你那個relevant的那個對角 其他的對角是沒關係的 所以我們最後能整理出了這個很長的一個式子啦 這終於就是我們剛剛投射的光線變成這麼長一條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很多三個sensitivity 幾乎就是足夠去覆蓋所有的狀況 那這 所有狀況裡面呢 有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就是說 可能他發現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做了以後 會有很多地方都會出現是零 你就可以 可以沒有算這一項 那 確實有很多很多狀況 這邊會有任何一個值會變成零 那你就可以節省掉大量的這個計算 那要怎麼樣節省呢 所以 就 就用一種 找清單的方法 也就是說 在這個 這個城裡面呢 我們去找 這三種的集合 那第一種集合就是說 呃 反正 他就是有 輸入到這個 呃 有 輸入到這個x層的 這些輸出層 這些其他的u 他 他的 他有 有權重 而且 有delay的 就不是那個直連的 forward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些 呃 輸出的層 他是從 某個 輸入 u u輸入過來 他是 有sensitivity 不是為零的 那這個就是 只要是輸出層 他sensitivity 不是為零的 好就是這個集合是大於這個 就是這兩個是其實 這個是 這個 sensitivity 那個 輸入層 其實就是說 在這裡面其實在講就是說 有相關性的 我們才要算 沒有相關性我們就不算 沒有相關性的 你也可以去算 你算到最後結果還是會是零 因為 那一些 因為那一些的這個 呃 那些的微分啊 偏微 結果就會是零 所以 你 不會有 你只會 只會有這幾個味噌 所以說 就是 為了這樣子 為了要省這些 節省這些計算 我們就 把這些清單做出來 這些清單都是集合 那你就 在每一個sensitivity 的時候 你就直接是 你用這個清單 去 去找 該算的 不該算的 連算都不要去算 所以 這個是為了大家 寫那個code的時候 呃 比較方便 就是 你可以 給一些 一些判斷的一句 好這個我們大概看一下 就是我剛說的 直接的部分 就是說 直接 呃 直接效應 你知道嗎 呃 直接效應 在這裡 它也會有一個叫做 呃 直接 直接效應的導數 呃 看一下這個 就是 A 對於這個 各個這個位置 這個參數的偏微 它等於這樣子 呃 sensitivity xp 這個是sensitivity 沒錯 那這個 其實N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那一長串的那個 所有東西的少年選 然後它對W平穩 其實就是等於這個 就等於一個 它的係數而已 OK 那所以說 它顯然矩陣的形式 呃 IW 這個A 對IW平穩 就是 就是這樣 那這個 LW平穩 就是這樣 那大家注意的 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 叫做 呃 Cronenac的這個 這個 product 呃 就是 也就是說 A乘以 A去這個 Cronenac product B的時候 是 A的第一個 第一個元素 是 乘以全部的B 那B的第二個元素 啊 A的第二個元素 乘以全部的B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那我就 不再 對手 好 那 剛剛 啊 做到 做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的 你的那個 三個參數 其實你就算 算出來了 你就可以 拿去你的 那Inference 那邊 去跑 這 這 這樣子就結束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的例子 就是 RTI 它 實際的例子 因為剛剛那個 之前都是主要就是 告訴我們 它整個推導 游覽 那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例子 我們剛剛也看過 圖是這樣 那 我這邊寫的 步驟0啊 步驟1啊 步驟多少 時候 這個是那個 就是 課本裡面的 把它寫出來 那動作1 動作就是 實際我們把那些數字 帶進來 試試看 就依照這個 shoot of code 這個步驟 那當然第一步的時候啊 呃 第一步 我們就會去把一個清單 列出來 就是 給一個空的清單 啊 如果你要寫code的話 你可能要 給一個空舉證啊 什麼之類的 你會有一個空性 這個就代表空了 空了 然後呢 好 那我們對於這個圖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U就是 其實這只有一層啦 所以說不管 輸出啊 輸入都是 都是1 就是它也是輸入層 它也是輸出層 輸出層 都是1 呃 然後這個 它有 它的delay input的delay 有三種 1、2 那我們 依照 這個故驟1 所以說的 把這個 三個清單先清空 那步驟2 我們就是 根據那個 back propagation loader 對每一層去 去掃描 就是從最後一層在去掃描 掃到 你也會做一個for回路啦 因為這個 如果要寫code的話 那M M就代表自己現在 跑到 跑到了這一層 那 根據這個back forward 做 遞建 那每一層呢 只要有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說 呃 我們有有有效的輸出層 來到本層 因為靈敏度不為0 然後 我們去算一下它的靈敏度 那靈敏度公司在這邊 那 我們就依據它的 依據它的要求 依據它的這個條件 因為這裡 剛剛我們說的衣物 第一層是有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力氣只有1 只有1層而已 所以我們在第一層 我們剛好把它靈敏度算一下 那輸出的靈敏度 就是1 那尾分就是1 O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第一層呢 加到 這個清單裡面 那你待會再重跑的時候 那個 這層就會有 就是說你回圈的時候 就會出現 所以說它是 清單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那因為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只有一層 所以說 它不是這種效果 但是也比較簡單 如果是有其他條件 就是說 你這個 呃 你本身也是輸出層 你可能要交到這個 這個清單 好 那在這裡 我們這個 這個清單也 它也屬於 也屬於輸出層 也屬於這個條件 然後它也交到這個清單 所以你把你的清單 漸漸的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以後 你還要再跑一次 就是 你針對每一個輸出層 你根據這個 呃 Simulation的這個order 這個順序 你這個輸出層 對於每個輸出層 你去算這個 呃 就是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A A的篇尾啊 對於每個 每個參數的結尾 那我們再算算看 那當然P 我們剛剛說的P 它反正就是 它在1的時候 也等於1嘛 0的時候就還沒開始 就是 複1的時候也是 沒有開始 就等於1 所以這裡 結果 因為 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 呃 Sensitivity都是等於 低層的Sensitivity 輸出的Sensitivity 都等於1 所以說就是 就變成P1 P1 P0 P-1 這三個算出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把組合 組合回去 組合回去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用了 剛剛的那個 那個名單 啊 那個清單 那個集合的清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 1 用了剛剛的集合清單 就會 變成 把這個 把這個 這比較 這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 這個是A Parsher A over Parsher X 這就是剛剛那個 一大串的 這個 summation的部分 然後這個呢 就是 F 對A F對A的 這個 這個就是F對A的 這個 篇尾 篇尾出來是 你把這個式子拿給我 就是 21 大21T 然後乘以 P1 因為這個是 針對 時間從 1到3 從1到3 123 就是 P-1 P-2 P-3 然後就乘以這個 這個 21 這個T 然後IW就等於這個 然後這個 IW的 T的1的時間 就會等於這樣 T的2的時間就會等於這樣 這個 這個大家 應該看得懂 這不是太難 所以結果 答案結果就是 這個 到這裡就是 算出來 這個 所有的這個 參數 這三個參數 是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帶回去 只要做 那個網路就很好 那我們這個就是 第一種的 算法叫做RDR 第二種算法 第二種算法 就是 back 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那其實跟剛才也是很類似的 只是說 這個 back 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是從後面算回來的 也就是傳統的算法 就是 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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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些網路 就靜態網路一樣的 是算法的 啊 剛剛我們 前面算的那個 RTRL 是 是從 是從 就是正向的 順序相算 那 難度的話 是RTRL 哪一點 那back propagation 好像 就是書裡面說是比較簡單 其實我也不覺得 才簡單 那 呃 我們也看一下 當然它 分量少一點 那back propagation 也是一樣 就是說 對於這個 呃 cospension 就是目標函數 我們去 對每個 每個這個 參數 去做點位 那我們現在要 處理的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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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把它 拆解成這樣 這也是前路的拆解 那這一項我們先 先保留的 我們等一下再看 這項跟剛剛之前的 差不多意思了 就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直接的部分 有一個間接的部分 那我們先保留的 我們先把 先把這個 括號內 先處理 那括號內處理就是 呃 假如說我們對於某一個 這X 裡面其中一個 LW 做編尾的話 這一個把它 拆解成 這樣子 它有點這樣子 你會看到有一些 端理也就是說 這個有一點像是 好像是S 看一下 OK 它這 它這裡套路不一樣 它把這個 這個括號呢 把它合併成為 把它定義為D 它在這裡把它定義為D 那D呢 當然就是這裡 把它拉下來 所以這些數學家 他們到底 怎麼樣去拆 拆解這些組合 這個東西 的那種 怎麼樣 inspiration 是怎麼來的 我真的是想不通 它竟然把這邊拆解以後 把這 這一塊 定義為D 然後這一塊呢 剩下的這一塊呢 呃 其實N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summation的總流 然後對 LW偏尾 就是它的係數 就是Z 所以它把這一個 把這一項 拆成 呃 跨號內 跨號外的這個 兩項 用嵌入的拆成這樣 然後進來又把這兩項 合併成為 自己定義成為D 然後 這一項 試球出來沒錯 OK 然後呢我們剛剛看到 呃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部分就變成 就 前頁 前頁這個 整個就變成D D 乘以這個 A 好這邊就是D 乘以A 那 這裡呢 D的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 有一點像S 就是 果然它真的是S 然後 所以說D 它又把它改變成 S 乘以一個 這一個 好 S 乘以一個 Partial F 我們Partial A 那這裡一個 Partial A 這個它也有 稍微要 注意一下 就是說 Partial A 它是 它有很多的 它有 如果A 有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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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個 這個 好幾個連結的 每個連結都是一個 所以它這邊會有 SU 它是一個 一個 然後到了這裡 呃 剛剛 剛剛的那個 Partial F Partial F Partial L LW 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三個 就是每個 每個參數人 它的 這個 偏稿 就是 長這樣 呃 這樣子 我們就 我們就把 我們剛剛就把 這個第一項已經搞定了 那 接下來第二項 它就是 把它展開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 直接的部分 跟間接的部分 兩個拆開 把它展開 那 展開了以後咧 又針對這一個 這個部分 把它做 嵌入了 把它拆開 那拆開了以後咧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又像A了 啊 就像 又像S了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 N N也是總的 總的在這個 對A做 對A做 這個 偏尾 就是它的係數 這個又 又出現一次 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改寫成這樣子 S 乘以 LW 那在這裡面呢 同樣發生的情況就是說 在這裡 額 你覆蓋所有的情況 就是說 針對所有的輸出層 輸入層 還有各個連結的 這個Delay Line 你所有的情況 你都cover 就是 就是都去掃描一遍 都去立遍一遍 那一定會有很多是不用算的 所以呢 你 你為了要節省哪些比較算的 你又要去做一個清單 那這些清單呢 就是會有這些條件 所以條件跟剛剛大致相同 只是說 它是相反方向 也就是說 所有來自U層 輸入到X層的 有 含有不為0的Delay 也就是不是直接Forward 然後符合此條件的X 符合此條件的X層的 集合清單 就是這一個 然後這個 只要靈敏路過為0的 符合此條件 U層清單 就是這一個 那這邊就是兩個清單就搞定 然後你根據這兩個 去把這個LW跟S 去掃遍 那就可以組合出這個 剛剛 剛剛的那個 第二項 就是 他覺得 我會把這項 那兩項組合出來 你就會有 有那個 你就會有一個 呃 答案 就是 對於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呃 權重的答案 那我們也一樣 就是用這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這也一樣 這個就是 步驟的部分就是 從 shoot of code來的 然後 動作部分就是 帶一些實際的VP 自己也試試看 那一樣 他也 一開始就是把清單清空 就是給一個空的清單 然後 呃 對於這個 我 我這邊還多了一個 他先把 A 先把這個A 各個死點 A第一個死點 第二個死點 第三個死點 然後都 帶進去 把這個四字列出來 這只是把四字列出來 那這個等一下也許會用到 但是 先不管 然後呢 這邊他是會 呃 你對於每一個 M掃描的時候 對於每一個M 你去做4圍圈 去去力量它的時候 呃 每一層 他是 根據這個 backovation 這個over 就是說 從最後一層開始 往回做 但我們這邊只有一層 有可能 那個什麼十九八七 三什麼 是 你就照著那個 backovation 的over 不能是錯的 否則的話 沒有 沒有相連的 那個 例如說第三層跟第四層 沒有相連 結果你的順序 是第三層跟第四層 他根本就沒有那一條線 你要去 違 違無處 就是也不會有那種違分發生 所以必須要有那個順序 然後 你對於所有的輸出層 他的 只要滿足這個條件 你去算他的這個 也是一樣 你就算他的這個 靈魂圍S 然後 只要算了 就把他加進去這個 這個清單 就 在這個回圈裡面 逐漸把這個清單 把它做出來 OK 根據這些條件 去把這個清單 建立起來 那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動作的部分 我們就實際帶的話 因為是從 最後的十點 他這邊 最後的十點是三 所以說 他先算這三 就開始 然後把清單 逐漸建立起來 然後呢 這個步驟三 就是 這個步驟 你就是 你就是 針對每個輸出層 也是 依照著這個 依照著 back provocation 然後的 這個順序 去把所有的輸出層 這個 partial F partial A 算出來 那 那 實際的動作 算出來是這樣 就是 算出來是213 不213 不213 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回去算出來 那個 多次查得到 好不好 然後這個 痾 shooter call 這邊的 第四個步驟 就是 去把E算出來 因為E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那他這裡面有一個 有這個 有這個 S 我剛剛已經算了 就是E S 只是為E 那就是E 然後這個 痾 FO的 partial F A 就是 就是 就是213 所以 你把這兩個組合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他變成這樣子了以後 D已經有了 然後A 也有 所以你就把 所有的東西再組合起來 你就會變成 這樣子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咧 就是 時間從1到3 然後這個 -21的 的 以後提成 PT 這個結果 其實 就是大家看一眼這個結果 這個 算出來跟 跟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是展開的 所以 兩種方法都可以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那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張就是 講到這邊 你來的大致上就是 內容的部分就是這樣 那 這個 大家也許聽了以後 就是 都是數學 就是搞得很模糊 就是 一大堆數學 其實我們簡單商量來一下 就是說 你 你會去 跟普通的網路一樣 針對他的那個 cose function 去對每一個 每一個參數片 那 我們剛剛講的 整條路 下來就是 他的方法 那 最主要就是說 這種網路比較亂一點 就是說 他會有一些亂路的 比如說 什麼 第幾個步驟 第幾個層的時候 會有什麼 外部的輸入 又從哪一層 連過來的輸入 這樣的輸入 是比較 比較那個 比較沒有規矩的 就是比較不是固定的規矩 所以呢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 剛剛整個在講 為什麼會很亂 就是都是在做 減容來的一些 我剛剛就是說 這個 我們這種減容來的一些 不是對於 數據的減容來的一些 不是說 啊 這個數據會 不是這種減容來的 不是這種減容來的 我們是 我們是想要做一套 這個 這個 等於說 這個算是吧 然後他 可以 讓你放到每一層 然後這一層 不管是怎麼樣亂路 亂接進來 我都可以 剛好可以用 他這個目的是這樣 所以說 會有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 什麼 什麼 腳碼 這個 這個 superscript 什麼subscript 一大堆這個 會更快搞得 讓你很模糊 但是其實他的目的 也就是讓他 更通用化了 你知道嗎 好 那 呃 Dynamic Network要幹嘛的呢 其實就是 他就是那個 其實他就是屬於 RNN的一種 就是屬於RNN的底層 就你們可能也 一大堆人是學 吳文達的那個 Sequence to sequence 那他 他 他教的內容就 他就不會教到這個 這個 這個算是那個東西的底層 就他 他那邊已經把一些 做好的模型 例如說 LS TMI GRE 就直接交給你 那這個 這個地方 告訴你就是說 在那個之前 他是這樣子來的 那 你如果要設計其他的 類似像他那樣子 像什麼 像什麼 Tension 那個叫什麼 可是後面一些 NLP的那些 那些接法 呃 他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應該也是從 這樣子的方法 做 一步一步做出來 然後做出一個 比較 簡潔比較漂亮的 一個 一個模型給他 然後大家就去學 很方便 這樣子 就像我剛剛 我剛剛那個第二例子 根本就是 呃 根本就是 吳文達常常說的那個 我再畫一下 就是 就是他 吳文達不是都常畫這種 那這種其實也是 他更常畫的是 這種 這種的這個 其實 其實 其實根本 這個 這個RNN 畫成簡潔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 第二個那個 一樣的意思 就是 在他 呃 在他輸入的時候 再 再 那 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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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呢 就是 他會 呃 呃 他的輸入呢 會是 會是這個 後來 輸入的 例如說 你像 像 financial 就是 這種什麼 股票市場 他那個 他的 應付永遠是 永遠是非常動態 就是每個時間點 都 時時刻刻都會輸入 比如說像 呃 有一些的 這個 這個叫做 filter 就是說 呃 你 filter 很多是 例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麥克風 我要怎麼樣去 呃 自我調整這個 這個 整個音量好了 那我一定是在 輸出 靠近輸出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點 再複製一套訊號回來 然後 然後 去跟我親愛 去比 是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 很多控制系統 都是這樣 你都是在 輸出的那個點 去MIRROR 或者說去複製一套 一個訊號 一個 一個數據回來 跟你 呃 想要 預設 預設的那個 呃 訊號去比 或者說數字去比 然後 是不是正確 然後再去調整他的群眾 所以很多的 運用都是 就是這類的 那 這是最後一張 就 後來 那就是說 呃 如果有興趣 RNN 或者說這種 的Current Network 就是 對於這張可能 可以再 再學一下 因為我舉的例子 都是他的第一號 第一個 第一個 但是他第二個 第三個都還 比較典型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尤其第二個 就 剛剛說的這個 也是很簡單 然後後面的 就有一點比較難 但是也不會太難 大家有空 有興趣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 那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想想問說 就是 他 把那個 一開始 就這兩個類方法 都是先把 就是 譬如說F是Lawse的話 然後對 A 分成兩下 重起來 對A為等 A對W為等 然後他 我可不可以把它看成說 如果 這算是兩種近似 就看你那個 Explicit的那個方法 他一直放在前面的方法 如果我 就真正不近似的話 其實兩個都不是Explicit的 是這樣子 你說 兩個都不是 對 我會看成說他這種 訓練的過程 就是 兩種不同的近似 然後疊疊以後 可能會得到答案 然後真正完全不近似的話 就是 前後兩項都不要 用Explicit的那種 就省略的委訓這樣子 不會沒有Explicit 一定會有一個Explicit 對 那這兩個都不是Explicit的 這兩個都不是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人系 Explicit 他是代表的就是說 那個權重 他直接影響 直接影響在奧普 前後有直接連接的那種 那 那個 後面有偏尾那個 就是間接的 都是 就是時間延遲造成的 對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 我意思是想說 都沒有直接的 對 就他書文有一個圖 是講說 就 單純就是一個網路 然後那個時間延遲進來 然後那個網路本身 恩恩 of at 然後of p 然後of x x很權重這樣子 然後那個性子 本身看起來 你如果對 有死了一分的話 就應該不會 有死的東西 就是這個嗎 呃 他 還是另外一個 對他可能畫就是一個 恩恩 書裡面的 就這個在後面一點點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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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錯的意思是 還是這樣 我電子鋼 我試看一下 電子鋼 所以他 這個 好 怎麼樣 等去天純就 我們看那個loss的話 你把他對答對文分 應該不會有什麼意思 跟時間這件事情 或是 對答對文分 有 會啊 只要有這個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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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RNN的一個 那個 Dueling Block而已 就是一個簡化 這個跟這個 就是 可是我剛剛說 你覺得會不會 他剛剛那個式子 會分出來 就是有這個等級嗎 只是說他這邊 表示的是 可以擴展 他不是 像我們一般 RNN 這邊只是一個 neural unit而已 對 那他這邊只是擴展這個概念 他這個 這裡面這個 長方形 他是一個大的網路 嗯 但是你可以把它 縮展一個單元 他就是電解RNN 他這個只是 我們說那個 多層 不是這個 這個多層 這個是時間 這個是時間一 時間二 他多層可能是 這個多層 就是說 一層兩層 這樣子多層 對 那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你只要有這個 呃 時間 就是這樣 時間的因果 就是說 例如說 你有這樣 或者這個也是一樣 就會 就會有長生 兩部分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 上個時間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 就會有 就會有兩部分 某一個時間點 這個 沒有再重演 我跟他講就是說 說不會有 是說不會出 只有 一 就他今天那個 兩個寫法 就是不管是 那個 Daline 還是說 那個 他就是選其中一個 詞取那個 的 我覺得 那是不是一個鏡子 因為你單純 把那個東西 剛剛那個圖 直接對X 為分的話 就他應該就是 partial F partial A partial A partial S 應該就這樣子 你會有什麼 直取 直取 那種感覺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都 沒有那種直取 什麼意思 他是會 我們剛剛都是 都是分成兩塊做 對可是 後面那一塊 反而更難處 就是畫一個 我們是前面那一塊 直取 或者是 我們是 後面那一塊是 直取 就這兩種 訓練方法 我沒有直取 我是兩種 最後還是要 直取 可是 例如說 前一種 就是那個 他應該是直取 他後面那個 partial F partial A 好像直取 直取 你有充到電嗎 應該有啊 螢幕 應該是這邊啊 還是 HDMI 你再換一邊 換一邊那個 插頭 我們還是要快 後面結束 結束 好 我們先把它結束了 對對對 好 今天謝謝Richard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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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